今天早高峰南京市客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对马群的地铁站周边非法营运的车辆进行了一个普及检查 跟以前检查不一样在哪呢 客管部门边打击非法营运的车辆 一边在观察相关的那个公交运力情况 并且把这些情况及时的反馈给公交企业加强公交运力的投入 继续现场 在马群地铁站附近 执法人员将这辆排合为苏A1DK52的面包车栏下 发现车上除了车主之外还有一名女乘客 从乘客口中执法人员得知 近几天从南湾营小区坐公交到马群地铁站换乘地铁的市民较多 导致公交车拥挤 很多市民迫不得已选乘黑车 执法人员当即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公交企业 今天中午公交企业答复说 近期天气转冷 南京主城区内的公交运力确定将整体增加15% 在瑶化门板桥朱家厂等地 也将在早晚高峰期增加小区与地铁站的接驳公交线 以方便市民换乘地铁 客管部门还在麦高桥地区先后查处了三辆八路黑中巴 以及玉路县黑大坝 这些车辆违规占有公交站 与公交车争抢客源 影响较为恶劣 客管部门对其一律按上限处于2万到5万元的罚款 在加强对黑车打击的同时 公交运力也有所增强 江苏城市频道为你报道